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这节课呢来看一下 如何用币包来解决我们的这样一个问题 好,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完成这样一个代码 c18.py 好,同样我们先在这里定义一个orange 作为原点 好,让它等于0 好,然后我们先定义币包外面的这样一个函数 我们来叫factory 好 我们先站住 这里不用先站住 我们把里面的函数给定义了 里面的函数我们定义一个名字比较够的函数 好,这个函数里面我们可以先站住 好,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调用的结果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函数f 来记录我们factory的这样的一个调用结果 然后如果我们要用币包的话 factory将返回的是一个币包函数 好,那么factory它将接收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就是当前旅行者正处于的一个位置 好,然后go我们还是定义这样的一个step 好,内部的实现 内部的实现的几乎和我们之前写的时候是一样的 我们定义一个new pose 记录这样的一个圆点的位置 然后加上这样一个step 同样我们在得到了新的位置之后 把新的位置再一次的 付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老的圆点位置 好,最后我们把这个位置返回回来 你返回new pose 也行 你返回pose也可以 因为上面我们是让new pose 就等于pose了 所以说返回哪个都是可以的 好,然后这里我们看一下调用 这里f不是很好 好,我们把它改成tourist 旅行者 好 那么现在factory 它这样返回一个地包 tourist 好,那么我们factory 起始的时候是多少 是0对不对 好,我们把orange给传递进来 然后我们的旅行者tourist 他开始走路了 他要用这样的一个直接走路 好,我们之前走的是多少 2 然后第二个是多少 看一下 然后呢,走了 先走了两步 然后又走了三步 然后又走了五步 好 别忘了啊,我们把它给打印出来 我们得看结果 好,再加上print 好,那么我们代码是写完了 我不知道大家的币包实现和我的是不是一样 我希望大家是写了的 如果你不写的话 你直接来看的话 我觉得收获是不大的 好,那么这个币包函数实现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就是在于POSE成为了一个环境变量 我们说了环境变量 它是具有这样的一个保存现场的功能的 所以说如果它是一个币包的话 这个POSE它即使不需要定义成全局变量的话 它也具有这样的一个记忆功能 好,那么理想都是很美好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段代码可不可以成功的运行 C18.p1 好 它会报错 报错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报错的原因就很低级了 我们没有把它形成一个币包 我们没有把购函数给反过回来了 好 我们把购函数反过回来 让它形成一个币包 好 然后我们再一次的调用 我们发现什么 它还是会报错 报什么错误 还是报的这样一个局部变量的错误 好 那么这个问题 还是以我所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这个地方出现了POSE的New POSE的话 这个POSE会被认为是一个局部变量 好 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 那么我们这里怎么办 咱们之前是在里面把 我们是把Orange 设计成了这样一个全局变量 但是你这个地方没有RNG了 对不对 没有这样RNG了对吗 所以说你没有办法 这么RNG的设计成全局变量了 好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好 那么这里我说一下 你可以通过我们这种C16里面的 这样一种方式设计一个全局变量 那么另外一种方式 你要你的这样的一个POSE 它不是报这个Local 大家注意看这个错误 LocalVariablePOSE 它认为你是一个本地的局部变量 对不对 我现在就强制 我强制就标注 你的POSE它不是一个全局 它不是一个本地的局部变量 所以说PAS提供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关键字 能Local 它可以强制的声明一个变量 它不是这样的一个本地的局部变量 好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讲的一个新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好 那么声明了它了之后 我们看看还会不会爆错 能不能正确打印出结果来 好 我们发现2510 正确的打印出了我们的结果 这里的打印的结果和这个地方可能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刚设置的是走两步走三步走六步 然后这里面是235 第三步比之前的少了一步 所以说打印的是10不是11 好 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里利用他们C15 我们的以前的这样的一个非臂包 和现在的臂包实现区别在什么地方 之前实现的时候你是利用了全局变量的特性 而我们现在利用的是这样一个臂包的这样一个环境变量 所以说我们再次强调 臂包的环境变量 它有保存这样一个现场的这样一个功能 它可以记忆住这样上一次调用的状态 关键的是记忆住了上一次调用的状态 这个是我们必报的一个应用 好 那么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在课程区里面反映的 要讲的这样一个函数式编程 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就是函数式编程 好 来体验一下 大家觉得函数式编程的感觉怎么样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同学都还是会感觉到困惑 会觉得这样的一种编程体验非常的烧脑子 非常的糟糕 好 那么我说一下 这个并不是说函数式编程不好 其实我们现在的这样一种函数式编程的方式 比起这样的一种直接用全局变量的方式 还是要好很多的 如果大家读过代码大全二这本书 其实这本书里面或者是说很多的这样一个编程教科书里面 都强调了尽量少的去使用这样的一个全局变量 代码里面过多的使用全局变量是非常糟糕的一个行为 你现在是在购函数里面 你现在是在购函数里面去改变了一个全局变量 但是你怎么能保证其他的这样一个函数 不会改变全局变量呢 每一个函数都有可能去改变全局变量 这就导致了最终你的函数 它没有这样一个自封闭性 它无法保证它最终的结果 它非常容易受另外函数的影响 那么一旦它受另外的函数的影响的话 或者是其他代码的影响的话 那么函数的作用或者说的意义 就根本是无从谈起的 但是看看我们币包的实现 币包的实现就好很多了 这里我并没有去直接的去使用 Orange 如果大家不相信 我们可以在函数掉落之后 你打印象这个 Orange 你看一下 Orange 这里是不是被改变了 我们复制三次看一下 发现什么 我们 Orange并没有改变 它以前是凉 它现在还是0 这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我并没有改变全局变量 我所有的操作都是局限于在我方法的内部 不是方法的内部 我们纠正一下函数的内部 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示例 真正的理解币包的作用 至于说币包和这种非币包的这种实现 我们放到下节课再给大家讲 这节课的主要目的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币包到底怎么用 好 很多同学不相信 这个是币包在起作用 好 那么我再来给大家验证一下 我把之前打印的Orendy的值全局变量的值给取消掉 好 我们现在打印一个什么值 我们就把它的币包的这样一个Cloyer给打印出来 好吧 Torished 点像一个Cloyer 好 然后怎么取它的值 只有一个 所以说只有一个币包的环境变量 所以是这样 然后是这样的一个SellContent 好 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 好 然后大家看一下 好 我们来调用一下 大家发现什么 2255实时对不对 第一个是Torished调用的结果 然后第二次是Torished 它保持了POS 从Cloyer里面 这个是从币包的环境 币包里面拿到的 这个就证明了 确实我们的币包是记住了 这样的一个上市的状态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